美国承认复制了一架歼20隐身战斗机 为何现在又要模仿中国另一款新型战机 美国空军有一支特别的队伍 专门用来扮演假想敌 以达到能够知己知彼 被称为57入侵者中队 就在近日 一张图片暴露出这支入侵者中队 有了新的模仿对象 这次却和中国某款新型战斗机有关 事实上 当今世界的五代战机 早已被美空军拿去模仿 并组成入侵者中队 包括中国的歼20和俄罗斯的苏-57 前段时间就有消息证实 美国空军基地就发现了一架歼20全尺寸的模型 然而就在近日 美国空军第57战斗连队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照片中 无意中曝光 美军用F-35模拟了中国的歼31战斗机 据悉 实际上美军把F-35涂装成歼31 从外形来看大致相同 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以为是美国又放造了一架歼31战斗机 对于美国会把歼31当作假想敌 我们并不奇怪 毕竟他以优异的性能 一度成为人们口中的下一代舰载机 相对于美军的F-35而言 虽然歼31没有像歼20那样具有严重的威胁力 但歼31设计理念上 似乎比F-35要更加合理一点 对此 美国空军感到不安 毕竟中国可能已经秘密建造出 下一代五代舰载机 至于美国不用F-16来扮演歼31 可能是对这款出自中国的第二款五代机 抱以极其重视的态度 毕竟俄罗斯的苏武器扮演者也才是F-16 令人好奇的是 用自家战机来打 披着其他战机外衣的自家战机 真的能起到磨练的效果吗